诏域东北角的院落内 时间过得真快啊 没想到一转眼 当初将先生第一节课题的年终赏赐包就要发下来了 回想起陛下根据指挥使提这句话的时候 咱俩还心惊胆战地为小命担忧呢 柴车笑道 郭金漫不经心地问道 谁说不是呢 你说咱俩今年能发多少 柴车推测着猜到 怎要也有个几十罐吧 郭金和柴车正坐在榻上 两人一边扒拉着炒西瓜子 一边闲聊着 郭金有些艳羡地感叹道 那些宗室的藩王 郡王 恐怕今年发的更多 咱们根本想象不到的多 管他作甚 柴车指道 听说互不批了钱 造建计划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明年就要开始第一次下西洋了 陛下一力推动 很多宗室子弟都参与进去了 都是为了混资力捞功劳吗 郭金好奇问道 那倒也不全是 总有真相立功的 再者说 在船上认你什么爵位 该受的罪一样 不少受 又能好到哪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 每个翻国出的人数 是算在贡献率里面的 柴车说道 现在各个翻国 又没有什么旁之子弟 倒是苦了这些高粱子了 见郭金话里话外 颇有些羡慕出身的意思 柴车只是笑了笑不说话 郭金倒也机敏 晓得自家有些小家子气 让同伴看了笑话 转而说道 其实咱俩也不用羡慕别人 咱俩的路 本来就是通了天了 拆车干脆点头 郭金又开了个头 江先生也就还有两个多月 就要出狱了 到时候你猜猜 陛下会如何大用 这个问题 两人其实比江星火 本人都要关心 江星火 本人现在都没想好 出狱以后要去做什么 但却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很多人已经在给他谋划了 减在地心 如何得用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拆车本想避而不谈 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说道 其实依照我的看法 别的不知道 江先生倒是真适合去 国子健当个博士 江先生教的这些东西 不适合去国子健吧 而且陛下怎么舍得放江先生 去当一个普通的博士呢 郭金有些费解 国子健乃是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时候 于鸡鸣山下建立的 到了洪武26年的时候 人数就已经达到了8000余人 其中还包括来自朝鲜 琉球 仙罗 战成等国项目文教的留学生 建文年间 人数已达上万人 可以说 南京的国子健 就是此时世界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 同时国子健也是此时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印刷厂 专门设有印刷所 刻印经史子籍等等书本 供朝廷索取 赐予以及本间出售之用 建立国子健的朱元璋 肯定不养闲人 要赚钱的马 国子健所印书籍被称为 剑本 一般刻印精美 居全国之冠 同时 国子健也会让博士 助教们编撰科举考试 每年更新的相关辅导书籍 而且换个角度理解 那就是掌握了编撰印刷 每年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的独家垄断权 再加上前来国子健 学习的上万学生们 相关的衣食住行 总得有着落吧 又是一笔稳定财源 因此 国子健的财力相当充裕 有时人称赞 规模宏大 言冒十里 灯火相辉 盛况空前 拆车解释道 博士跟博士也不是一回事 郭金反问 怎么不是一回事 不都是从八品吗 这里便是说 国子健是从四品衙门 行政部门上 设从四品纪酒 校长一人 正六品私业 常务副校长一人 神千厅正八品兼程 教务处主任一人 国子健从八品点部 听点部 印刷所所长一人 国子健点击厅 从九品点击 图书馆馆长一人 国子健长 转厅为入流长转 食堂主任一人 执教部门上 设国子健博士厅 从八品博士院长五人 国子健率性 修道 诚心 正义 重置 广业六堂从八品助教 教授 副教授 十五人 正九品学正 讲师 十人 从九品学路 助教 七人 国子健 为什么叫国子健 国经理所当然道 自然是因为 最重要的国子学呀 当朝最初设立国子健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 柴车说道 事实上 最初 唐朝的国子健 是下辖六学的 也就是国子学 太学 四门学 绿学 书学 算学 郭金如有所悟 你的意思是 拆车道 江先生讲了那么多新学问 化腐朽为神奇之学 竟是记民之学 地理之学哪个 拿出来不能单独立一门呢 到时你我去跟着当的学证 学路 都是极好的前途 一年前的学生 姚身已变成先生了 地位 风路都天拆地别 也不枉我们受江先生指点这番造化 你说的 道也有道理 郭金点头 可总觉得这样对江先生来说大才小用了 拆车还想说些什么 但他刚刚张开口 就忽听的砰的一声 挂着锁的大门直接被拧开 狱卒老王猥琐的身影一闪而逝 变故来的突然 两名小丽盘坐在踏上想下去穿鞋 可没等他们行动 一个头比门框高的铁塔般的身影 便闯了进来 这大汉下河去着浓密的大胡子 浑身散发出浓郁到极致的凶器 仿佛随时都会责任而逝 吓得两名小丽顿时缩成了一团 不敢动弹 不是旁人 正是胁迫着狱卒老王打开了门的朱高旭 而朱高旭却压根不在意 这边两位胆小如鼠的小丽 竟自走到两人身旁 一手一个 这家伙竟是把人当成鸡犬一样式的 从门内拖了出来 随后扔在院落地上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刚才还在侃侃而谈的两位小丽 吓得跌坐在地上 不停地往后缩 只盼望自己能藏到哪里去 郭金出自本能地想要喊叫 不许喊 惹来锦衣卫 你得死 郭金捂住了嘴 可是这时朱高旭却已经走近 伸手将郭金从地上揪起来 二 二皇子殿下郭金小声道 这个院落外 墨渝的锦衣卫把交接班的令台给了老王 下一个班次的锦衣卫还没到岗 趁着这个时间 经过长期打交道早已经混成二皇子狗腿子的狱卒老王 帮朱高旭绕开警卫 并且打开了门 俺问一句 你答一句 答不上来或者撒谎 拧了你脑袋 知道吗 郭金是见过汉勇无双的朱高旭 是如何徒手拔树杀穿树时叛军的 当然晓得对方绝非虚言 小记着米似的点头 什么保密不保密 此时全都泡在了脑后 你们两个是不是负责记录江先生讲课内容的 这一点狱卒老王虽然有猜测 但是他并不确定 毕竟老王只是负责看守两人 有的时候接到锦衣卫的通知就把两人放出去 具体做什么没人敢说 魂不附体的郭金莲声道 是 是 那你们平常是怎么记录的 朱高旭继续问道 见郭金一时有移 朱高旭的大手直接按到了他的炉顶 此时任凭柴车怎么眼神示意 都抵不过郭金面对死亡的恐惧 我说 我说 郭金慌忙说道 墙后面有密室 我们平日里就是在那里记录的 朱高旭微微醋眉 那怎么平常什么动静都没有 脚不生你们都不发出来 那密室是封闭的 门口也不是直接走到墙对面的院落里 而是有一条长长的通道 通往另一个院子 这样里面近人搬东西 也发不出声音 朱高旭夫又问道 那你们平常怎么听到的 拿耳朵贴在墙上 能听清吗 不是 郭金看了一眼柴车 而朱高旭的大手 按紧了他的头皮 郭金瞬间竹剪倒 豆子般土露 密室是特制的 里面的墙用的是 红武朝锦衣卫隔墙有耳的法子 能把墙外的声音放大传到密室里 不用贴在墙上听 朱高旭点了点头 这倒是合情合理 回到眼下 很难用具体的情绪来描述 朱高旭此时此刻的心情 或知欺骗后的愤怒 隐私暴露后的羞耻 想杀人泄愤的狂躁 坚而有知 但最后这种种情绪 却只剩下了一种 荒唐 是的 荒唐 朱高旭觉得荒唐 不是因为自己的父皇 只使季刚监视自己 这是天界 皇子被皇帝监视这种事 简直太正常不过了 就像之前所言 要是父皇不监视自己 不关注自己 朱高旭才会觉得不对劲 问题是 让他觉得荒唐 觉得哭笑不得是 父皇为了同步了解 江星火的知识 竟然使出了窃听 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这算什么 听墙角 说出去 父皇自己不觉得羞耻吗 朱高旭一时无语 但转念一想 想到江星火讲的知识的价值 反倒有些理解了 世间独一 也怪不得哪怕 因无果异如父皇这般的人物 为了得到江星火的这些知识 使了见不得人的小手段 眼下知道了这个秘密的朱高旭 反倒陷入了某种两难的抉择 他该怎么办 到两名小丽的院落来求证这件事 是他悄悄进行的 眼下他有两个选项 选项一 跟父皇撕破脸皮 质问父皇为什么要偷听 最大可能的结果 朱棣给了他一脚 然后认清自己的定位 滚回赵玉扮演李景龙的角色 选项二 假装自己不知道 趁机为自己争处增加筹码 他需要好好表现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好学生 人设 如此一来 方能让父皇觉得自己 不是指挥舞刀弄枪 念及至此 朱高旭对于三弟的那句 来自父皇的暗示 有了新的理解 他确实不需要去靠着抹杀女真 获得那点新的军功 跟部落状态的野人打仗 打赢了有什么好骄傲的 那么 对待这两名小丽的态度 朱高旭就要好好计划一番了 因为这两名小丽虽然地位低贱 但却掌握着记录江先生讲课内容的权利 如果能让两名小丽 把自己在听课时的表现记录得好一点 肯定可以增加父皇对自己的赏识和看重 这里便是 朱高旭的脑子还是不够灵光 或者说 朱高旭低估了他父皇朱棣的下线 朱高旭下意识地就以为 日理万机的父皇 是不可能来每天亲自听课的 只可能是让两个小丽记录 季刚审查 然后递交给他 这也是朱高旭所理解的 为什么最近季刚来他这里 献殷勤献得少了 因为季刚肯定是受了父皇的指使 要坚挺他 所以怕落破绽 看着两个未缩的读书人 朱高旭有些又好气又好笑地问道 你们每天就是隔着一堵墙 偷听俺和江先生的对话的 两名小丽老实地点了点头 其实就在刚才朱高旭 被对着他们沉思的时候 郭金那点从龙至宫的歪心思又动了 还想说什么 却被柴车掐着腰狠狠地掐了一把 现在还可以说是被二皇子胁迫 可要是把陛下也听课的事情说出来 那性质就变了 虽然在柴车看来 好像被发现了 大概率都是一个死 但被胁迫和主动投靠 还是两个性质啊 柴车欲哭无泪 真是乐极圣碑 前一刻还在盼望着年终赏赐包 后一刻就已经考虑 自己人头落地的问题了 而郭金却反过来掐了柴车一把 摇了摇头后 瞪眼睛看着朱高旭的方向 随后做了个歪脖子的动作 郭金的意思是 不管他们说不说 朱高旭都会把他们杀人灭口 看懂了郭金的意思 柴车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投去了探寻的神情 郭金点了点头 柴车心里也是一凉 越想越有可能 等到朱高旭转过来问话 柴车反而率先开口 二皇子殿下 哦 朱高旭回头去看这位 算上今天是两面之园的小丽 却见对方的国字脸上满是坚毅 倒也是个有勇气的人 您先别动手 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告诉您 朱高旭随口道 不用说了 俺已经知道了 啊 两人相视一眼 心中都有些惊讶 朱高旭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竟然猜到了皇帝等人在偷听 俺知道你们想说 你们的位置很关键 每天就是你们负责记录 将先生的讲课内容 然后递交上去 放心吧 俺不会杀你们 两名小丽待着了片刻 合着您还没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啊 我们算个屁啊 皇帝亲自在偷听好不好 这样 朱高旭自信地说道 俺也不为难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记录的内容里 给俺多突出一点 等俺出狱了 不管是官爵美人金银宅底 统统少不了你们 俺给的 肯定是别人给不了的 简单直白的萝卜给完了 朱高旭上了大报 朱高旭看着两名小丽 警告道 当然了 若是你们把今日之事 透露出去 俺相信 俺不会有什么事 但你们肯定是活不成了 为了自家的身家性命 为了自家的前途 管住嘴 明白了吗 两名小丽 本来都做好了 为了眼下保命 说出秘密的事情 如此一来 大大的松了口气 不用透露秘密 还可以当作 什么都没发生过 至于他们能起到的作用 基本等于没作用 这件事 也只能满一天是一天了 否则怎么办 向济刚揭发 还是向皇帝揭发 就像是朱高旭所说的那样 一旦皇帝知道他们 给朱高旭泄密了 皇帝会杀了自己的二儿子 还是杀了他俩 答案显而易见 所以 这两个苦命人 现在看着朱高旭 和狱祖老王远去的背影 也只能苦苦思索求生之策了 刚刚对年终赏赐包的期待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朱高旭这边知晓了 被窃听的秘密 为了增加自己争处的砝码 自然也是要好好打造 自己好学生的人设的 因此这个秘密朱高旭 暂时还不打算告诉江星火 但是有的时候 事情就是这样巧合 一酌一饮 莫非前定 虽说朱高旭 没有透露被窃听的秘密 但江星火却在同时 也意外察觉了 事情的不对劲 一切事情 似乎都开始偏离了 他设想的轨道 赵玉 执房 瘦得跟卖感似的唐妹江轩 此时正紧紧地攥着一打纸 欲哭无泪 由于平日里 使钱比较到位 加上都晓得能从阎王爷手底下 捡一条命混到大社的江先生 多少是有些不一般 因此 狱卒并没有难为江轩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能不能探视这件事 也是如此 受到探视请求的江星火 也来到了职房 与唐妹短暂交谈 江轩 你没回静庭山吗 江轩火微微醋眉 看着眼前的农家少女 江轩没说话 眼泪大滴大滴地从眼眶中流下 坠落到了地上 散成无数半 是婶婶怎么了吗 江轩火继续追问 江轩还是不说话 江轩火干脆起身 坐视欲走 江轩方才抓住他的衣角 戳气地说 唐 唐哥 我被人 骗了 谁骗你 怎么骗的 江轩火对于这种事 倒也不太惊讶 江湖如此险恶 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农家少女 不被骗好像才不正常吧 但当江轩火看到了 江轩手上攥着的大日月国债时 突然感觉 这个世界是不是哪里出现了一点问题 大日月国债是个什么东西